张子宁,你们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是冷言秘赏? 保障歌姬? 巴蜀邪星? 还是... 摩天灵的眼泪?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VuayChannel 没有错,今天就是张子宁生日特辑 Vini张子宁是1996年3月9号 出生于成都四川的一个音乐世家 中文字幕——YK 她的家里人呢,每个都很热爱音乐 然后呢,她的妈妈是医生 然后她从小就学习那个民族唱法 然后呢,她又会弹吉他 又会创作 所以她就是一个生活在音乐世家的 全能音乐小女孩 那么就来到了我们初见她的舞台 我们的初见呢,就是在创造101 创造101呢,她的初舞台啊 好像是没有被剪进正片里面 所以呢,很多人是直到 摩天伦的眼泪才发现了她 那么就让我带你们来回忆一下 那个被正片遗忘的张子宁出舞台吧 她唱了这个快乐崇拜后 然后又唱了一个 蝴蝶扎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然后就被去B班 然后去B班到第一次公演 好想大声说爱你好像是一个篮球的歌 就是一个动画篮球主题 就是好想大声对你说 好想大声对你说 却怕犯错 不想找到朋友都没犯错 所以现在我全都在心里 享受感恋的折磨 好想大声对你说 却怕犯错 然后这个过后就到Layer 在Layer唱话音响 然后呢 三公就是她的完美逆风翻盘 终于被人看见 最后就因为这个摩天伦的眼泪 总决赛第七名 成功出道加入火箭少女101 然后呢进了那个火箭的团之后呢 就是跑三四箭 那么跑三四箭回来呢 她也受影响很大 过后呢就 到19年 她以一首清平乐爆火 就是一首民主的歌 然后呢 都说她很厉害创作嘛 所以她也创作了不少歌曲 比如邦恒冲直撞二十岁 第一季唱的片尾曲 还有立峰一周年的自己勇敢的作音 也是她自己写的词 然后解散后的我想我不一样爱转等等等等 还有火箭在赤乐的我喜欢 她都有帮忙创作 所以这是作词作曲会弹钢琴的全能保障歌机 然后她的影视作品就有 然后隔壁有只桃花药 听见你的声音和夫人你不对劲 然后隔壁有只桃花药好像 就是短版的三四分钟的影片吧 然后嗯 那个戏好像跟她喊喊的性格也蛮陷的 女主是只桃花药 生平最讨厌 鸡 约一只鸡精在天上打架 打的画面一换黑一换白 一换白一换黑 咔咔一顿闪 真怕握不下 然后桃花景就从天上掉下来 正中的大沙哥 桃花站起来以后一分为啊 一边是本集桃花鼠 一边是大沙哥看不见的原神 打下来了 你这个二货 真是太丢妖了 雷恋慌了 哎呀呀 这怎么还晃起来了呢 典型的营养不良 看来是有顺心家的鸡股肥 才能救回她 嗯 我我我我最难见了 哎呀 大沙哥把桃花树种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他给他欣欣喂食吃肥 桃花吹熟 咔咔咔 可桃花还是试图想回家 结果 哎 结智 男主任是把一个傻白天 引直了一个二愣子 我是一个天选的主要是 女主任这个台词能比男主好那么一点 结果一太还不如演自尽的那个姐姐 玫瑰姐姐 我护法大人求你了 啊 真的 女主传承基本上是五官在脸上跳女团舞 男主传承就是一傻子 言之台词全没有还想着靠你 这儿吗 素颜还是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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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憨慌 接下来不让你们看看张子宁憨慌打脸合集 最像是个最印象深刻的是两次分离 哦 哦 哦对 你这印象是个应该就是下雪上的那一刻 啪子板上那一刻 对 直接老是把它扛下去 站都站不起 嗯 啊 哇 能能能 no 我签 Libya 你那么它要咬我腿 他要咬我腿 它为什么 closinghhh 我走我走我走 这还要吃这个酸的 你要吃 啊 酸的不要了给我开胃 紫园要不要 go 可以啊 好吧 我很厉害吧 OK 抓我呀 我跟你说一会你追不上的时候 你可别说 包他抓了 天呐 哇我今天 宣战是吧 我跟你说也就先挡着我了我的翅膀展不开 你等你等我翅膀展开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到 姓张铃子铃这是什么 什么操作 呃我偶尔姓张铃 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就叫子铃没有带姓 有看我叫张铃所以没人认识 那我还是坚信一下子铃 那知道子铃之后我带姓张铃 你等我一下子铃 找到好啊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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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个 我可以 我用三个三次完成新闻播报 可以用台语啊 就是一首一首 就是我们给你表演的节目吧 因为不用很高 意思一下你 对 我给你钱 好你没钱 走吧 好像已经适应了沙漠了 我觉得我棉刻也爬十万八千里 我正救你 救你 救你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我觉得我又走不到十万八千里 我进去吧 我站住 你先撑一下子敏 我要撑多久 你等一下马上撑快 我就说你不要急着进去吧 看我的脚 你现在这样子他撑进去撑不住吧 哈喽收下老师 我的收下老师你能看见我吗 我在鼎鼎上 我在这里 不是这个是撑上面的 这个是撑上面的 爸把刚刚给我 把刚刚给我 你可以把刚刚给我 我就可以出来了 张子敏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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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在放个群众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休门 好像没有吗 好好吃啊 然后点上后呢 他也是有发专辑 比如说 《莫尔默》就有 《我想我不一样爱转》 然后《波斯兰灯塔》 《必需品》等等 多首情歌 然后今年的专辑应该也快来了 最近就出了一首先行曲 然后听说 接下来会有一个惊喜 好像是和我们的鸭队合作 期待一下 和梓宁见面是吧 我们在用音乐联络感情 那么就这样 期待张梓宁多参加一点音乐综艺 让更多人看见吧 下次再见